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蓝云找到马队长 劝说马队长委任镇东为 38军驻同关独立大队队长 万福泰在同关商会 听杜德成说镇东还活着 欣喜若狂 麦香告诉方娘 镇东活着回来的消息 方娘文言向同关城里狂奔而去 蓝云和紫青交谈 希望她对镇东成立独立大队 能有所表示 紫青答应第二天去独立大队 为她送二十支汉阳灶 和一支薄壳枪 镇东和胡静才 诉说了自己的苦衷 表明了心机 说自己自始至终 把麦香当妹妹看 你说我心事重 你心事重 心事重 心事重 你就说我脑子比较活 干什么事呢 当然感兴趣的肯定能干好 但是别人给这任务吧 他不一定能干好 你让他给我一个 类似于圣旨一样的东西 你就说你有了这东西 这小子不想干好都不行 他肯定能给你 你也别教我了 你老是跟我说 你要伟人壮 到底想干啥 我想堂堂正正拉队伍 堂堂正正做个合格的军人 行 那我去跟他说 可你想要啥名头啊 是三十八军部同关招兵初 或者是同关后勤补给初 听着不像话 都像打杂的 那么大的 这部队里有什么限最大的 军大 马队长会给你吗 军行 能不能给你跟他商量 行行行 我跟他说说看吧 能咋样我也不知道 我尽量吧 能大就大 能均就均 能均就均 租你那贵心呀子 你以为舍不动啊 拉打起做狐皮 还不是想跟你哥 转个高项 反正我现在是不敢斗割的 我现在的老大 是三十八军的队长 所以我也是三十八军的人了 知道吗 通关是靠谁手 你真以为是万子清的破独立营啊 是三十八军 在中条山拖着小鬼子打不进来 现在我也是三十八军的人了 这守通关咱走在他前头 这里头得有我一份 小鬼 啥意思 这是句读书人的话 要是换成老百姓说就是 小心眼 我从来就不是小心眼的人 你也不是 恶事 现在最关键的 是我这大哥能给我个啥弦呢 最好是比营长大 那就给他一个 三十八军驻同关独立大队的称号 你看咋呀 独立大队 对 天马行空 独来独往 你说他多大就有多大 这倒像是方震东那种祸当的官 可是军夫会逼吗 这个我来想办法 赶紧的就等你了 杀 我还活着 蓝云是这么说的 那他活着人哪 这不等你来了 给你是气说吗 走走走 到屋里走走走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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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最好啥呀这是 娘 我都跟他没死啊 快来了 你说什么呀 你完没死的 他快来了 他在哪儿呢 他在蓝云这里 库儿回来吧 真的娘 你慢点 娘 慢点 这月子不朽啊 这月子不朽啊 马上 你还没想到 你还没想到 那活着回来吧 我也没想到 我看不像我 我看不像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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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住兄弟 那回来就好 你的兄弟方震东真是了不起啊 梁战一轰动了整个第二战区 为此严主席还特别嘉奖了他 我们做军人的 真是一生都难获此殊荣啊 是 你这次陪他回来 是为了抗日宣传的果斗工作 那倒不是 我这次过来想跟你商量一下 帮震东再同关建一支队伍 由他担任这支队伍的最高长官 从建制上隶属我们三十八军 这恐怕不妥吧 洪关的防守一直都有独立营负责 不需要建立新的队伍呀 听你这口气 你们兄弟之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啊 没有没有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虽然说是同父异母 但毕竟是兄弟们 有这么个情况 震东他以前是刀客 这我想你了解 前不久在山西 由于他的莽撞形势 造成我们几名士兵的死亡 虽然我是他哥 但是在这种事情上 我也不能有所隐瞒 我希望 你还是要慎重考虑 因为我 对他担任最高指挥长官的能力 有所怀疑 王营长 朕懂想打鬼子 这是好事我们应该鼓励 那大人 我知道 你们独立营是从松户下来的部队 作战能力没话说 就连对面封灵度的鬼子 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我在黄河那边就听说了 可同关面对的 毕竟是装备精良的日子 你这边多一份力量 对鬼子就能多一份威胁 何乐而不为呢 还有就是 我们三十八军守在中条山 战斗简缘很大 随着战况的延展 兵员必然会越来越紧张 到那个时候 震东的队伍 说不定就能派上大用场 你说不是吗 既然这样 那好 好 回头 我们为震东办一个庆功大会 你这个当哥哥的 可一定要去啊 我看情况 好 会场上见 营长 这到底咋回事啊 有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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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点准备会怎么法 报警大得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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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们在这儿 躺着不安生 我想我说的话 你们都能听见 从你们死了那天起 我的这条命 就不是我方震动了 你们现在这儿歇着 等我替你们办完事 我就来陪兄弟们 说到做到 我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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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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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今天 是我们头一次召开 全同关 各界及全城百姓的世事大会 抗战以来 我们同关的人民 为抗日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 我在这里 发自内心地 向大家表示感谢 下面 就请我们西北军 第三十八军 教导总队马队长 做世事动员 同关的父老乡亲 兄弟姐妹们 你们好 其实我们三十八军 也是西北的子弟兵 军中的战士 大部分 都是咱们西北的青年 我们在赵将军的带领下 跨过黄河 在中条山与鬼子作战 已经一年多了 至今 没有让鬼子跨过黄河一步 侵占西北 这一方面呢 是因为前线战士们的浴血奋战 另一方面 也离不开全体同关百姓 在经济上 人力上的全力支援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三十八军 驻同关的独立大队 今天成立了 这个队长 就是咱们同关的子弟 他在不久前的一次战斗中 一个人杀死了七个鬼子 被我们的战区最高长官 严主席命名为 禁随英雄 这不仅是禁随的光荣 也是我们陕西的光荣 同关的光荣 这个人 在座的各位 可能都知道他 他曾经因为鲁莽 而断送了我们同关子弟的生命 台下一定有这些死者的亲属 按理讲他是你们的仇人 可他支持而厚勇 成了近夕妇孺劫之的传奇英雄 现在我们就把这位抗日英雄 请到台上来 有请方振东 方振东 你给我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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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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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儿子 死 我儿子 我儿子 我儿子还给我 我儿子还给我 老兄姐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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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不去死呢 妈 你咋不去死呢你 快去救死 老兄姐 我儿子还给我 笑一会儿去 儿子别跑 我儿子 我知道不是啥大英雅的 对咱同关来解 我儿子 我就是个罪 我儿子还给我 应该千刀万狗的罪吧 我知道 你们有些人特想我死 去死 去死你 好好好 好好好 没问题 我可以把命还给你 但不是现在 我娘说了 我这命 要扔 就扔在讨债的路上 我死了十二个兄弟 现在我找回了七条命 他们还差我五条 你们再等等 等我把这仇报了 我把命还给你们了 到时再给你们当牛做马 我 advantage 那你们昨天 那些兄弟我给带回来了 你想看有去看 没啥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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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rig 来来 谢谢ml det 拿去惊喜 来 方言 别忙了够吃了 来 魚来了 你们先吃吧 不着急 台长的菜呢 慢慢吃 好 你们先吃 我帮我娘张蕾一下 来 这儿贵 你也请 好喝 好喝 你好 多喝 好嘞 饿了吧 来 吃费 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 来来来 你送回去 来来 走 来 来这儿 来 来这儿 快来一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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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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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来 来 咱今儿不能再喝了 喝了差不多有一斤了吧 咱俩 得把这 喝完了 我跟你说 这么多年了 我就没有这么高兴过 东王 我的蠢蠢 张莲 今儿我听了东王那番话 我觉着方娘啊 女中豪杰 才知道 否则我当年 怎么会看上她 又来了 人家这么多年容易吗 这孤儿寡孤呢 不提了 不提了 我欠他们娘俩的 我下一辈 一定还 这才是老爷们说的话 今天这事大伙都看见了 咱同关 要成立独立大队 我当队长了 我先跟你们商量商量 想留下的 就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东西 回同关了 不愿意留下也没关系 反正咱刀客的营生 还得干呢 你先说着 别让我不知道 大哥现在要人 我愿意去 大哥 送我一个 送我一个 大哥 送我一个 送我一个 好 是我兄弟 知道我想啥了 来 来来来 干了 京大哥 不管咋说 朕都能活着回来 就是好事 你说震东这家伙 从小就能折腾 没想到 这次还被他给立了功 还当了独立大队的队长了 我知道你打心眼里看不上震东 从当年他顶你做刀客的那天起 你心里就窝着这口气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鬼子现在都打到咱家门口了 你咋还跟他较这个劲呢 有啥意思啊 更何况 人家马队长今天都专门找你来了 于情于理 你是不是都得过去看看 震东他能活着回来 我真的特别高兴 可他突然之间变成了 禁随英雄 还当了三十八军 独立大队的大队长 我咋觉得这事像个笑话呢 我不用去 我只能想出来 他那得意的样子 三尺高帽一戴 那更不让自己姓啥了 这震东傻不傻咱们不说了 他马队长凭啥 他凭啥跟着起哄假样子 搭台唱戏啊 说来说去不是又绕到这上了 是啊 这战争进行了这一步 资源短缺 兵源紧张 这我都理解 可他马队长不能为了缺兵 就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 没有原则地给了一个 刀客的头子干 这是为公为私 我今天没去是有点那啥 我不是冲着震东 我就冲他马队长 马队长咋了 你不就解马队长是共产党了吗 震东要不是我弟 他马队长能这么上赶着 算了 咱俩不谈政治 好 那说震东 震东回来 想为守同官出分立 有啥问题吗 你俩是亲兄弟 有啥话不能好好说的 要不然我把他找来 你们两个好好聊聊 大兄弟 你这么喜欢我家娃 怎么不收了他 让他跟了你啊 我想收 但没那本事 是我家娃没本事 除了七马五刀的 啥也不会 那你可小看他了 这小子 有心眼有胆量 将来只要走了正路 那就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前途无量 你说的是我家娃 那还有错 问题是 他就是匹野马 谁训也训不服 只有等哪天 他自己想明白了 上了套 那就是一路狂奔 想拦都拦不住 那就借大兄弟吉言了 我说我咋没见呢 这么忙啊 他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吧 是没想到 全通关的人都没想到 你能活着回来 你今天在世事大会上 说的那些话 还挺像模像样的 像啥样 我当时心里挺害怕 我怕底下那几个愣祸 上来给我撕了 我没胡说 没有 说得挺好的 对了 一会儿啊 见到你哥了 跟他说话客气点 客气个啥 我俩说话啥时候客气 不为啥 你能活着回来 他心里挺高兴的 不过 你这一下子 不是当了独立大队的队长了吗 又成了英雄 他心里头 可能一下子变不过劲来 他就是看不得我好 天生就是小心眼 说啥呢 上次他带你过河 你这一时冲动 就冲上去杀人 害死了他的特派员 还有几个士兵 侍女不对 有错的地方就得认错 行了 赶紧进去吧 一会儿啊 我就不陪你去了 我在门口等你 好 这次英雄来了 坐 坐吧 我今天能来看你 已经很给你脸了 你少过来这套 你想干啥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认识吗 我知道你一直看不起我 但你不能看不起三十八军 不能看不起我大哥 以前呢 是我不懂 你拿话填我我就信了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这守同关 跟你也没啥关系 那是因为三十八军在中条山 拖着小鬼子打不进来 所以你必须给三十八军面子 必须给我大哥面子 所以你今天不去 这他娘的不对 识别三日刮目相看 哥都认上了 唐震东 因为你的无知 一而再再而三地 害死那么多人 你咋就能这么理直气壮呢 这严主席也是瞎了眼的 把这么一个尽随英雄的光荣称号 能封给你这号草寇刀客 以前我干的取得事 我知道了 那跟你都没关系 没关系 我在山西死那些兵 是我从淞沪会战带下来的兄弟 就你有兄弟啊 你那帮兄弟在我看来 就是酒肉朋友乌合之众 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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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答应我的 你俩咋答应我的 有劲儿 有劲儿去打鬼子去 哥 你这臭小子 不敲门就进来了 往里闯是吧 我敲什么门 我是你弟弟 咋在这屋里这有人啊 还坐这儿了 这么晚了不睡觉 有什么事啊 没事 你这不是要走吗 过来陪你聊会天 想你 真的假的 真的 看你那坏笑 就没别什么好事 说吧 你借我个人 借谁啊 余剑 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不可能 咋了咋了 这还没说干啥事呢 你想什么好事呢 她是保定军校的优等生 我凭这张老脸 是求爷爷告奶奶 才把她挖到我的部队 为这 我还搭了二十支汗氧灶 五百发子弹 五百发子弹 你知道吗 你看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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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大队 这独立大队 是你帮我拉下来的吧 你也希望它好吧 反正我尿多高 我自己心里清楚 你肯定也清楚 这老百姓 大家都看在眼里 我要逮捕好这队伍 这 给你脸上抹黑呢嘛 你把余剑官先留给我 借用 几个月之后 我再把它还给你 把独立大队带好了 你脸上长光 大家面子上都好看 你琢磨琢磨 你这臭小子 这小嘴扎扎扎扎的 还挺会说啊 就是 你稍在手再给我留下 几十条枪 给你杆就往上爬 二十条 还有完没完了 好 枪我不要 行了吧 我就要人 行 我要是同意了 问题是余教官同不同意 如果她要不同意 我可没辙 她同不同意还不是你 谢谢 谢谢 不用拍我马屁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肯定同意 好 就到这儿吧 不送了 余剑 你 你既然留在了同关 就要把独立大队组建好 一切要求都要按部队严格来做 明白 您放心吧 没想到 这小子给你下了啥药 你这么快也答应他 我是一名军人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他咋说的 他说是 长官的命令 不是吗 是我的命令 那你就抓紧时间招募新兵 进行训练 整训结束 立刻归队 是 再见 是 再见 你能留下真是太好了 独立大队需要你了 在是 了多少 阿晋 到 那 相激 你 会 我現在沒有心情 中庄山是腐散的猛蝶 我早就拒絕 放棄 我安心地 地上部隊 攻殼攻擊 攻擊 藤嶼 藤嶼 現在我們一起去藤嶼 你去哪儿去哪儿去 你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 对吧 我们的土地 爹 看把你给高兴的 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锦 别笑话我 你娘到底有没有跟你哥 说起你俩的婚事啊 我不让我娘说 这农哥不是刚回来吗 这事他忙着呢 等忙完了再说呗 你也不怕 他跑呢 怕有啥忧 要不要我帮你们两个撮喝撮喝 别别别别 走 快点逼 不怕有啥忧 你怎么办 是 快点儿去哪儿 你记得吗 我刚刚刚那儿 我刚刚那儿的地方 我记得 我记得了 你确实在手上 这是将来我们的土地 明白了 干吗不要我帮你说呀 姐 你说这事 谁说也没用 她这个人啊 我最了解她了 她从小的脾气都那么倔 她心里有 你说啥呢 她都行 她心里要不是没有 你说什么也不成 准备看出来 你心里还挺有数的嘛 其实啊 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 守着娘 看着她 我心里就知足了 你 傻丫头 能不能别跟着我 队里那么多事 赶紧回去 你把你救的瓦弄死了 人家那么一大把子人 万一一言不合都七数来 那么以后给你拉家嘛 对啊 要不我把他们约出来 咱换个地 怎么才那么干呢 这事本来就是咱部队 给他赔个罪 没啥了不起的 不是小事 毕竟是条人命 真把我给做死了 我认了 把这刀给我拿回去 不能带这个去 别再跟着我了 我说 刚回来事多 没来得及 本来 想挨家挨户 给你们上门赔罪 不说了 你们想咋 我绝为半个不字 我真想挨戴了你 说了心里话 我真想栽了你 你咱们解气 来吧 你像挨家的人 想放 我说就没用 你想拿你来吧 好 好 你有种 那出来吧 这些都是我们的娃 这些娃都交给你了 以前的事 就不停 只要你方震东打鬼子少通关 通关这些娃就都是你独立大队的人 带我们去吃大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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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些娃都交给你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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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最近咋样 哥 咋了 哪儿人啊 肺部好点 我咋没见过你 上车下转 哈转 爹妈呢 爹妈都被扎死了 还安静也不扎 你别哭了 啊 回事 为啥哥 啊 你要再被你 把你腿打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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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童馆王 想不到这童馆容 牛球嘞 我也没想到 真仗义 有情有义 这两天 我也没顾得上照顾你 你觉得童馆咋样 好吧 山好 水好 仍也好 鸭片汤如夹馍 枝卷也不错 就是醋不容咱们三系的 嗯 小爷 咱俩个人这关系 到底怎样 你想干啥 你屋里头 放那么个漂亮小媳妇 你咋就不跟我说一声呢 你还说你 你也一辈子没碰过女人 就没跟我说实话呀 我哪儿来的媳妇 妹小 不是你媳妇 那是我妹 陪我娘说话做个伴 是 是 那你们三系 和我们三系 这风俗不但一样 那咱俩看她 输给媳妇出来 这也有讲究 当然 我还真没注意 兴许 是许了人了 也没人跟我说呀这事 我看那姑娘 带来 你想点正事呗 正事我也想了 我以后 干这活还跟两战一样 你还伺候日本人 我伺候日本人 我伺候你们 吃喝拉萨 就是这个招兵没马 饿不得再好嘞 哎 当初严主席给你那大洋 你带着没 当然带在 四大 又要出狗 先冲了 等咱兵将马撞啊 你还在乎那点钱 哎 你有门啊 哎 好 你腰在这儿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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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十几个弟兄 是战士 是 报告掌柜 还有十几个战士 没切床 起来 起来 还给我睡几点了 这就你这帮好兄弟是吧 啊 都起来 哎呦 你谁忙呀 我让你来 你等着 都睡醒了 今天是我们独立大队 成立的第五天了 对你们的表现我 很不满意 非常非常地不满意 下面我宣布独立大队的纪律 从今天开始 每天早晨六点钟出遭 一分钟不许迟到 训练期间 不得擅自立队 为令者 是情节轻重 体罚禁闭 知之开除 今天的训练科目 占军资 战力的时候 不许给我焦透剑耳 东张西望 时间两小时 全体都有 里长 双眼目视前方 不许动 不许笑 放人动 不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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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 Rodo 这么多年哪 难得大家 坐在一起吃顿饭 而且也没外人 我呀 真的是很高兴 特别想说 到了民国的今天了 我的两个儿 魏国守江土 兰云姑娘也身兼重任 但是经过不让许美 你们是咱通关的骄傲 韦慈 我们老哥俩 举杯敬他们一杯 来 来来来 二位长辈 我们知道我们身上 留着啥样的血 一定不会让同关的 父老乡亲失望 绝不让鬼子踏入同关办法 好 自清说得好啊 来 大伙儿再干一杯 你懂了 这是我们两家 还有同关商会的一点心意 别嫌少 这不是家里的事 是 同关商会的一点心意 同关商会的一点心意 往大来说 也是国家的大事 大真心希望你们兄弟二人 还有来源姑娘 亲密无间 共守家园 亲密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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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冻筷子 冻筷子 吃菜吃菜 来来 老爷 来来来 吃了什么 老爷回来了 方娘来了 来呢 在里边呢 好 大辫子来了 先生 快请坐 快请坐 每次一来就给你添麻烦 天 什么麻烦 别客气 坐坐坐 坐坐 到底啥事啊 这不孩子的事吗 东娃和买香 你是说 明婚这件事 这事 你没告诉东娃 他这不是回来就忙吗 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 我跟你商量是啥事呢 这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可是按着老理 应该咋给他补办一下 是该补办 是该补办 你不会是担心 东娃不同意吧 他同意不同意 由不得他 不过 你说卖香前两天也跟我这儿 书把这事再放一放 这孩子都啥意思呢 那这事得抓紧 当初这个婚礼我就是司宜 这事交给我了 你咋来了 你这两天没找我 我担心你出点啥事 过来看看 我听工人说 你都两天没睡觉了 啥任务这么急啊 震动不是成立独立大队了吗 真打起仗来啊 总不能拎着刀 拿着烧火棍跟人拼命吧 我这挑挑拣拣的 帮他拼几支枪 为这祸事 你两天不睡觉啊 咋了 你这是吃醋了 还是心疼了呀 都有点 我说你咋这么小心眼儿呢 我说你咋这么小心眼儿呢 他是你弟弟 我帮他不就是帮你吗 你们哥俩一个耍魂一个较劲 你要是跟他一样的话 那咱们这么多年的书 不都白读了吗 做哥哥就得有个做哥哥的样子 看啥看啊 擦枪 我说 震动成立独立大队 你咋也不过去换吗 你刮呀 你刮呀 刮孩子那天我不在吗 我可忘了 你也不表示一下 表示啥 我人去了 就是给他最大的面子 你又来了 把人跟一些家伙事 给他几家 让他拎着也高兴高兴 还有啥不好的 行 是 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日本人在山西剪辑场啊 中条山战事吃紧 啥手的事啊 就前两天 日本人已经开始持续不断地轰炸中条山了 三十八军要是在中条山站不住脚的话 那同关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说呀 是 为了巩固同关的战事防御 上面 准备给我们调一个高炮连 这是好事啊 都是德国炮 三十六倍十五流 这可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战略防御炮 我现在是 兵抢马壮 那天我和方震东打架你看到的 你说谁有理 算了 一会儿到了独立大队 你去枪械库 替二十支汉阳灶一支搏克枪 各配五十发子弹 那算了 二十发吧 然后过来找我 是 走 你去 我找方震东 方震东 出来 来 小警官员 别动 阿泰 这堂堂的独立营大营赏 有何指教 行了 说话别加强摆弯 我今天找你是想跟你商量点事 啥事 说 这事我想来想去 还必须得跟你说 你要拉队伍保卫通关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只是这三十八军的招牌 能不能换一换 为啥换 你要信我呢 你就听我的 我绝对是为你好 那你选要让我换成啥 那你选要让我换成啥 你可以跟我一军 或者随便跟哪一路军 这个手续我来跑 你所有的军需供应我来出 如果你需要 我还可以派石官 来给你训练队伍 咋呀 你一军 当初啊 是因为杜澜云在 我这好多话 跟你也说不清 但是今天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以后你说的话 我绝不会再信 因为你说的话 狗屁不通 小点事 我不会 当初是你说的吧 打仗这事跟我没关系 跟老百姓没关系 是你说的吧 起初我还就信了 所以我才舔着脸去问你 这小鬼子为啥来咱家呀 你给我绕了一大圈子 你没跟我说实话 最后就这么点事 我问人家马团长 人家几句话就说清楚了 咋了 现在觉得人家比你强了 不想让我跟着人家 跟你走啊 门都没有 你可以不跟我走 你爱跟谁走跟谁走 就是不能跟三十八军 三十八军咋了 三十八军咋了 马团长救过我的命 我这命就应该还给人家 我从今天起我就告诉你 我跟定他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何着是打小 从我当刀客那天起 你是不是就觉得 你比我矮了一截 现在想往回炒面呢 对不起 我不给 方震东 别不是好歹了 我说现在呢 别烦那些沉这么烂鲁子的事 我就烦了 咋了 我现在听见你说话 我就烦 我就不爱听 我说啥你那么烦 你说我死的那些兄弟 都是九肉朋友 你死的叫兄弟 我死的就不叫兄弟啊 我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你脑子里除了刀客那点事 你还有啥呀 你耍二球耍出个尽随英雄 真以为是英雄了 你啥也不是 你不用瞧不起我 咱俩谁都别瞧不起谁 这路长着呢 走着看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说破天你也不能跟三十八军 用不着你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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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怎么着 出下 来给我来刀客这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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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好谁呢 对付你 还用他吗 出去 放开他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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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那枪到了咋办 还带枪啊 不至于吧 这十支枪 是我们独立营 为你成立独立大队的 我没有收大 好好地 我 niet 你 我是担心方震东 被三十八军当枪使 那祸就是个没脑子的刀客 他哪知道这里边的复杂 到时候出点什么事 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那杜兰云和他们也越走越近 营长 你别吓唬我 没这么复杂吧 但愿吧 来 杜邦邦 我士兵说你找我有事 陈东来了 这才几天 就知道把自己兄弟叫士兵了 进步不小 坐坐坐 有啥事您就说吧 其实啊也没啥正经事 这不你回来这么几天了 也没到我这儿来坐坐 陈东 你没啥事吧 我没事 不是您找我吗 前两天和你爹在一块儿吃饭 就说起了咱通关的往事 这回来以后呢 我就想再翻一翻限制 可这一翻呀 不得了啊 咱通关历史上的英雄豪杰 那可真是层出不穷啊 今天我就看到了一篇 关于一个传奇女子的故事 那故事啊 真是让人扼腕长叹 啥故事 能跟您感动成这样 这个书中说 明朝末年 李自成在甘肃起兵 朕必一呼万民相应啊 那起义军随着李自成 经过咱通关 御取中原 这个时候啊 咱通关 有一对青年男女 虽说不是青梅竹马 可也是情投意合 为了推翻明朝的统治 那男子就加入了闯军 跟着吕闯王入了关 可这一走啊 就是三年 杳无音讯了 和他相好 那个女子呢 只身进了中原 一找 又是三年 还是找不到那男子的踪迹啊 他没有办法 就又回到了咱通关 这个时候 就有人给他烧话了 说那个男子啊 已经战死疆场 这个时候呢 左邻右舍 亲朋好友 就都来找他 说闺女啊 你赶快另嫁他人吧 可这个时候 这个女子做出了一件 让所有人 都没想到的事情 他死了 我看到这儿时候 也这么想 那怎么了 他 明婚了 明婚是个啥 就是 嫁给了他死去的那男人 和死人成亲 为啥 他是为了进宵道 他为了不让那个男子的母亲 孤苦一生 他依然嫁入了男子的家门 忠老一生 真是可歌可泣呀 那肯定是他 揣上了那男的娃 这书上还写这事 没的事 没的事 可现如今 咱通关也出了这么一个棋女死 在这儿 也是一对青年男女 虽说不是青梅竹马 可也是梁小胡菜呀 哪家呢 就是你和麦香 你别编排我了 我怎么编排你呢 这可都是我亲眼所见 沈东啊 你说说当年 你为了给兄弟报仇 过了黄河 要无疑讯对不对 对 后来子亲回来 给我们讲了 你在黄河那边 傻地的经历 而且不幸重担身亡 对不对 沈东啊 你娘拿着你这么大 不容易啊 你死了她怎么活 有一天晚上 她支开了麦香 就寻了短见了 啥 就在你娘被救下的当夜 麦香就来我这儿了 对了 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 麦香就给我和你爹哭诉啊 说你临走的时候 给她交代过 让她一定要照顾好你娘 对不对 对 麦香 为了遵守对你的承诺 就提出了明婚这件事 说她小的时候 在他们那个村里头 也见过这样的事情 我和你爹 就苦口婆心地劝男下 你说瓜女子啊 不敢走此绝路啊 可麦香心意已绝 她一定要加入你家 一定要一辈子守着你娘 好 后来我和你爹 就选了个黄套吉日 给你们俩 办了一场咱通关最排场的婚礼 于是 麦香就成了你媳妇 你娘的儿媳妇 可这个故事 风回路转 你大难不死又回来了 我就在这儿想啊 这个县制上记载这个故事 哪有现如今 你这个故事来得精彩啊 郑董啊 恭喜 恭喜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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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